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的哭戏是真的很有感染力,把它放在第一位一点都不过分。 天机之白蛇传说也算是仙侠剧当中十分虐心的一部了, 这部剧也是杨子的哭戏最多的一部剧, 杨子的哭戏是真的很有感染力,把它放在第一位一点都不过分。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是杨蜜和赵又廷主演的一部仙侠剧, 剧中的白浅和夜华之前的情感纠葛让人十分感动, 除此之外还有凤九和帝君不知道也感动了多少人。 《香蜜沉沉浸如霜》也是杨子主演的一部仙侠剧, 这部剧当中杨子的哭戏也是不少, 剧中锦蜜和旭凤也是让人感觉十分虐心的一对了, 不过好在结局还算是圆满的。 杨蜜的《古剑奇谈》也是一部虐心之作, 但是这部剧当中虐心的却不说杨蜜和李一丰, 而是剧中的少工和训芳,一个为爱相伴, 另一个却认为爱人已死,为爱要杀尽天下人。 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 蒋新竟然也有一部这样的虐心仙侠剧, 《华须隐之爵爱倾城》也是一部催泪神剧了, 蒋新的演技自是不用多说, 而剧情也是同样的虐心。 杨子的哭戏是真的很有感染力, 把它放在第一位一点都不过分。 肖战原生台词被误认为有配音, 开播九天收视率稳居T.O.P.E. 0.1蝎子 近日,随着王牌部队开播以来, 连续出现的高光剧情, 使得其相关关注度稳步上升, 不仅受到了众多观众的一致好评, 持续破圈层前行, 也赢得了无数官方媒体的 李赞和刊文表扬, 诸如《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等, 而且,在开播九天来, 收视率一直稳居T.O.P.E., 成为实至名归的热播大剧。 此外,在该剧中, 肖战饰演的故意也一脚, 更是令不少人对这位当红小生改观不少, 其原声台词的爆发力, 其原声台词的功底, 亦是接连登上热搜, 甚至,由于肖战的原声台词 实在是太好了, 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有配音, 是有幕后的配音老师在为其进行专业配音。 这样的议论和话题, 亦是不绝于网络。 其实, 关于王牌部队的收视率问题, 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也是诸多业内人士最为看重的地方, 因为既然是上兴剧, 那么, 不可避免地就要去接受更多人的评议, 也需要去正视收视率的问题。 而王牌部队也凭借着其持续发酵的良好口碑, 收视率一路走高, 更是在开播第九天的时候, 创下了开播以来最高的收视率。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但是, 却并非全部。 肖战原声台词被误认为有配音, 俨然就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称赞了。 因为除此之外, 还有两项更加亮眼的成绩值得一观, 一是王牌部队自从开播以来, 收视率就是稳居TOB1, 这个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出自江苏卫视的官方大字报成绩单。 二是, 就是因为王牌部队的开播, 拉回了不少观众的遥控器, 从而使得江苏卫视的整体景气值 重回全国前三其中, 第二名是湖南卫视, 而第一名便是央视, 回顾往昔江苏卫视 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享受过前三的荣耀了。 而这一次, 凭借着王牌部队, 终于扬眉吐气。 当然了, 作为粉丝, 作为该剧的首批观众, 我们自是明白, 到底是谁给该剧带来了如此庞大的流量, 亦是谁助推了王牌部队的热度, 热搜和热议一路攀升, 演员肖战一定功不可没。 而他在该剧中的表现, 他的精湛演技, 亦是令人惊叹连连, 尤其是在近期播放的高燃, 高光剧情中, 故意野的几次神仙落泪, 几次神仙演神戏, 几次震撼全场的台词戏份, 都是让无数观众久久不能平静, 久久不能释怀。 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有的人说, 凭借王牌部队这部剧, 演员肖战已然晋升到实力派演员的行列了, 也有的人说, 肖战的原生台词功底实在是太好了, 是有人在幕后专门配音吧, 还有的人说, 虽然这部剧中的演员很多, 但是到底谁出彩, 到底谁演技好, 一看便知, 但肖战肯定算一个。 而又有多少人意识到, 这还不是肖战演完《如梦之梦》后的演技, 其到底精进多少, 无人知晓, 念及词, 我们又不禁对演员肖战的角色诠释功底, 以及他的未来, 发出由衷的感叹与震颤。 肖战原生台词被误认为有配音, 俨然就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称赞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